來看到西雅圖中華婦女會 在貝爾幽市舉辦一年一度的聖誕聯歡會 除了邀請職業樂隊 現唱中西流行歌曲 還有國標舞以及排舞示範教學 等精彩活動 讓四百多位僑胞與貴賓 感受佳節溫馨的氣氛 而駐西雅圖辦事處處長姚金翔 也特別出席與僑胞歡度聖誕節 西雅圖中華婦女會舉辦 盛大的年度聖誕聯歡會 入口處除了公布當天的節目流程表 還有婦女會整年度的重大活動成果展示 包括提升親子關係 增進電腦技術等講座 還有菜跟香烹飪等多元豐富的內容 已成立五十八年的西雅圖中華婦女會 從一九七四年以來 每年都會舉辦聖誕節聯歡會 協助華人社區移民融入主流 並且透過活動的宣傳 廣招新會員 今年也不例外 除了主流人士齊聚同歡 駐夏圖辦事處長姚金翔 抗力 副處長吳鎮齊 抗力 喬教中心主任 陳明勇也共襄盛舉 喬務促進委員黃文亮 則介紹磐石獎得主沈培生 及同源會會長董明明給大家認識 特別受邀出席的華盛頓州副州長布萊德歐文 感謝夏圖中華婦女會長久以來對華人社區 貢獻良多 姚金翔也肯定婦女會組織 大力傳揚中華婦女的美德 今天是我們夏圖中華婦女會年底的假日晚宴 也是我們今年最後的一次活動 總共有差不多四百個人參加 非常高興朝見熱烈的支持 我們今年總共有四個大活動 二十個獎座 然後大概有一百多個義工在幫忙 總共參加的人次有超過一千六百個人次 是一個非常感人的情況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利用婦女會的 互動網路 大家能夠繼續共享 學習 然後成長 所以我們雖然說今年已經結束了 我希望明年大家也都能夠繼續來參加 然後繼續學習成長 活動在乾淨路會長 抗力開舞下揭幕 夫妻兩人間諜情深 展現絕佳默契 接下來登場的夏圖國標舞老師 不管是舞步 表情 武裝都很到位 專業級的演出獲得全場熱烈掌聲 隨後金山灣區著名的職業樂隊 獻奏多首經典中西流行歌曲 賓客在舞池中婆娑漫步 舞姿翩翩 玩會的另一波高潮 是陳淑貞老師帶來的排舞教學 大家在舞池中一字排開 隨著輕快的節奏共舞 洋溢青春活力 今年抽獎活動的獎項精美豐富 姚金翔處長所提供的外交部限量珍藏版金門高梁 也成為當晚最受期待的大獎之一 幸運兒一一上臺領獎並合影留念 為聖誕假期留下難忘美好的回憶 台灣宏觀電視王玉鳳 美國夏圖採訪報導